政黨在不分區裡面 把生長人士排進去 其實陳俊翰不是第一個 之前還有一個王榮章 王榮章其實已經排過兩次 陳水扁一次 然後這個蔡英文也把他排到 安全名單裡面來 所以已經有兩次 而且甚至就是說 這一次在陳俊翰律師 把他納入這個生長 這個不分區名單 大家不會訝異的原因 是因為我們跟生長人士 其實都一直是友好 而且我們也民進黨長期以來 不管我們的黨工職業 都常常跟這些生長人士 站在一起來爭取權益 所以這一次 賀榮葉宥秀這個節目 讓人家訝異的是什麼 我們剛剛在講說 殘障殘障 你知不知道現在台灣 基本上都不叫殘障 殘障的意思是 他好像是殘壞了 所以我們現在把它定義 用的這個名詞叫做 身心障礙 而陳俊翰律師 他是生長 他不是智障 他也不是心智障礙 所以他在那一天 1月11號在舞台上面 他自己其實講得非常清楚 他知道他被排到 民進黨的不分區 而且不是安全名單 但他願意 原因是什麼 因為他願意站出來 都是鼓勵所有的生長人士 在你自己可以爭取權力 能夠去表達你的能力的時候 要勇敢站出來 也要讓所有的社會大眾 拿掉歧視的眼鏡 不要看到生長者 就覺得說 你知道我要幫你保護 你不要出來工作 全部都放在旁邊 那這個中國人士 這個王志安 其實就是怎樣 他就是過去的 共產的社會的概念 就認為你是生長 你是殘障 你就不應該出來 你就應該躲起來 而如果你們被搬出來 一定變成是一個工具 這可能是在中國的時候 你們是這樣操作的 可能他們的套路是怎樣 但台灣我們不只 已經把殘障定位 成身心障礙 甚至我們有身心障礙 保障法 包含你那一天上結論 所有討論的言論 我們台北市社會局 都已經立案進行調查 而且不只王志安會被處罰 包含賀龍夜夜秀的製作單位 可能都會被處罰 處罰的金額是10萬塊 到50萬不等 所以我覺得這一件事情 藉由這個意外的事件 也再次跟社會大眾講 這個是一個不好的例子 也應該被群體人民 一起來踏罰這一件事情 第二個我要講的是說 王志安來台灣很可疑 到底是來做什麼 其實他來拜訪 他是用旅遊嘛 用觀光嘛 進來的 可是你知道嗎 他做了很多的事情 他拜訪了非常多的政黨 包含 柯文哲的節目 他也有去上 他去台灣民眾黨 去拜訪他的競選總部 包含國民黨 好像也有拜訪 包含 我聽說他其實連民進黨 都想要來拜訪 後來沒有讓他來 對 所以他到底是什麼樣的一個身份 他的起心動念到底是什麼 把這些拿回去當成他網紅的素材 然後來向中國表忠 來向習近平表忠嗎 因為他的這一番言論 其實已經打壓了台灣民主 好像台灣的民主 都只會把這些生長人士拿來當工具 然後來利用他們 所以把台灣的民主貼上一個標籤 就是會利用生長人士 然後用這樣子的方式來打壓台灣的民主 然後這樣子的東西再傳回去給中國 對中國來講就是說 你看是不是 你看台灣的民主說一套做一套 就是會欺負這些辛苦的這些弱勢人 我覺得這對這個王治安來講 後面的那一套 剛剛冠廷所說的 他是不是有認知作戰 他的功能在裡面 他有沒有這個工作 我們不曉得 但就是之前有一些報導就有講 因為這個王治安過去是在 他在央視當過記者 後來在央視下崗之後 下崗的意思到底是什麼 就是被敗了 離開工作崗位 離開工作有很多原因 我志願離職 我要換工作或什麼 但下崗是有一個特殊用詞 他自己美化的說法是說 他在央視當記者 後來當評論員的時候 常常批評中國共產黨 所以他照他們說法被下崗 但是你如果從他看到 你知道他怎麼去日本的嗎 怎麼去的 他是申請就醫 就醫 你知道嗎 中國一年有多少人 想要到國外就醫 絕大多數不會準 為什麼王治安會被準 另外一個跡象是 他在日本開YouTube頻道之後 他的訂閱人數 流量 他的訂閱人數在五個月之內 從0到50萬 這個有在YouTube 有經營過的人就知道 那是非常難的事情 可是他為什麼可以這麼做 所以有人開始在懷疑 他根本就是中國故意放出來 就有點像以前那種 間諜電影你知道嗎 就你明明是我方的人 但是我故意用一個叛國罪 把你弄一弄 然後讓你 找理由讓你出去 那變成我有一定的名氣之後 然後敵國就會信任你說 這個是反當國 該國政府的 所以我就重點 這個他被人高度懷疑 他根本就是中國放在海外的 大外宣的棋子的其中一個 沒有我覺得我們這個 要有更多的細節 為什麼會往這個方向去 比方一件事情 因為中國發生了太多事件 那個什麼鐵鏈女 其實我沒有那麼在 我沒有那麼 就是有了解到這個內容 但是那個四通橋有沒有 那件事情 還有A4的白紙革命 這是不是大家都有印象 來跟大家講 這是他的另外一個小帳號 叫做紫武俠士 然後他就講說 A4發展到現在 那個白紙革命 他就講直接講A4 他認為是什麼組織多大 他其實是要指控說 這個革命 其實是有組織方面的叛亂國家 然後另外 因為他十九個小時前 跟二十小時前 分別發了另外一個 他講說 中國不能這麼亂下去了 A4的罪惡必須要清算 要理直氣壯的清算 必須要旗幟鮮明的反對動亂 如果你是一個民主派的話 你到日本去 你民主派 你怎麼會對於這個白紙革命 是說應該要清算 要徹底的清算 不能讓這些反動勢力 繼續擴張 這就是很奇怪的部分 貴陽你知道嗎 他去年其實來過台灣 他去年十月有來過台灣 剛剛那個蘇培 可以跟我們看看照片 應該是去年來的 他去年來也是上了很多節目 有網路節目 有實體的電視節目 然後他去年有回中國去探親 這一點很關鍵 大家知不知道 應該很多人都知道 意大利有一個 中國在X上面 很紅的一個人 叫李老師不是李老師 他常常揭露一些中國的一些 被中國當局認為是醜惡 這個家醜不能外洋的事情 第一個這個李老師 他不能回中國去探親 第二個他在中國所有的銀行帳號 連他遊戲的帳號都被凍結 所以他變成說 他在中國所有的資產 一夜之間歸零 那為什麼這個王志安 他可以回中國探親 而且安然的可以再出來 然後照他自己的說法 他快要拿到日本國籍了 我覺得因為日本 很關心台灣的事情 我覺得日本政府看到這一段 看到今天新台灣加油之後 絕對不能給他國籍 這個人變成日本人 會變成日本的恥辱 所以你從這一些 你看得出來 這個人身分不單純 他絕對不是所謂的什麼 中國的所謂的異議人士 或民主人士 我覺得他有可能是反串的 他在Twitter裡面的自我介紹 就寫什麼 王菊治安自在招安 滿老實的 是嘛 就是讓人家覺得說 奇怪 一般人不會 你要招什麼安 你要向誰招安 誰可以來向我招安 不會有人這樣子寫 所以就有報導 就有講到就是說 其實王志安在央視下崗之後 曾經加入一個新京報 但新京報2019年 那時候的社長 被中共調查 所以王志安也因為這樣子而沒有工作 先跑到台灣來 他那時候跑到台灣來的時候 參加一個不明播客的採訪的時候 他就有說 希望他在台灣直服一段時間 咱的表現好一點 就找找人 看能不能放我一碼 實在不行 當時還有人跟我們講 我們再找他溝通一下 所以他不是志願的離開中國 他是被迫的離開中國 但他被迫離開中國之後 他想不想再回到中國去 是想的 想死了 竟在招安 所以他到了日本去 然後變成一個有名 有紅的網紅之後 是不是可以剛好實施 實行中國用所謂的民主 反民主 像過去他們也曾經利用西方人 來幫中共做大外宣 然後達到中共所要的目的 我覺得這個王志安 現在讓人家覺得 他最可疑的部分 就是這個部分 所以我覺得 包含剛剛桂亞所講的 他剛剛這個什麼 鐵鍊女的事情 市通橋的事情 還有什麼事情 現在 中國最近之前推的一帶一路 最近大家都知道他是失敗的 所有加入的國家 全部都退了 你知道他在網路上怎麼說嗎 他說經濟上是失敗 政治上是成功的 所以你看 還在習大大好棒棒 所以這樣的人 你說他都在罵習近平 還說自己罵習近平 為什麼在台灣不能罵民進黨 我覺得這完全就是不對的 來 吳徵 對 這個部分有必要再回應一下 因為現在王志安在他的X上面 一直說民進黨是綠共 這個跟共產黨一樣壞 前置言論自由 還說什麼我們張志豪主任說 這個跟趙立堅講話一模一樣 趙立堅都可以來當民進黨的發言人了 這個不要這樣子 現在民進黨發言是我 趙立堅不可以來喬我工作 沒有這種事情 趙立堅已經被下崗了 他已經到邊疆失去了 所以這邊要回應一下 就是說你從這個王志安 他的言論看起來 他好像覺得 他好像是反共 好像覺得共產黨是壞的 所以把民進黨跟共產黨比在一起 但事實上 回去看他過去言論發現說 其實在一些關鍵性的問題上 事實上 他的所作所為 常常是支持共產黨 甚至我們可以說是幫共產黨出來洗地 那平常呢 這一種看起來我很批判性 我很辛辣 我很諷刺 我這個什麼都敢罵 這種形象 有可能其實它是平常一種外顯包裝出來的 那這種套路其實也很經典 我們叫做 通常叫小罵大幫忙 就平常這些無關緊要的事情 就給他罵一下 好像我這個對他 我很中立 對他很客觀 煌哥今天衣服沒有穿好 煌哥怎樣怎樣怎樣 但是煌哥講到說這個無鎮很帥 你這個人真老實 講話真中肯 我講話最中肯 對 你看 挑釁他小毛病顯示 我覺得無鎮你學壞了 當發言人就會學壞了 同樣知道這個就叫小罵大幫忙 就平常我好像挑你毛病 事實上重要時刻 我還是跟你站在一起的 那王之安就是在重要時刻 其實他都跟中國共產黨站在一起 因為包含 之前中國幾次 剛大家講到內部很動盪 國內很關注很大的社會案件 像這個鐵鏈女 鐵鏈女就是說中國 因為這個男多女少 所以有的女生直接被人搶拐走 人口拐賣 被拐去賣給人家當老婆 其實就是等於變成人口販子被賣走 還要被人家性侵害 強迫生小孩 鐵鏈女就是在蘇州 有一個女生被發現 身上灌了鐵鏈 已經被迫生了八個小孩了 那時候中國國內一直討論 說人口販賣很嚴重 那王之安那時候出來說 沒有沒有沒有 這個也不能這樣講 其實或多或少 其實在這些過程當中 你看這些被拐走的人 可能家境很差 人口販子間接的也都幫助他們 這種鬼話都講得出來 後來他也說 其實很多這些被煉起來 真的是他們身心狀況 本身有問題 那絕對不是人口販運 他在當時就以這樣的言論 其實你看出來 這就是在協助中國官方做維穩 去平息這樣的 大家的反抗的聲音 那剛剛講到白紙革命 白紙革命是中國那時候 疫情跟風道 已經大家整個受不了亂風一通 對那後來那當然是中國內部 內政失靈執政失敗 但是王之安竟然用植武俠這個小號說 中國不能亂下去 A4的罪惡必須要清算 我請問如果你真的是一個自由派 真的是一個反共的自由派 什麼時候反共的人士 竟然會帶頭譴責白紙革命 然後說中國不能再亂下去 這個就是典型中國共產黨 真正要輸出 所以包含王瞻其實自己 他也評論過中國這些海外的民運人士說 我看這些人也沒比共產黨高明到哪邊 還是共產黨更好一點 也就是他在這幾個重大的議題 當真的觸碰到中國共產黨維穩的 這樣敏感的地區的時候 他永遠是站在中國共產黨同一邊這一隊的 所以你看他看了大家立場 這樣他的立場大家可以理解說 為什麼他對台灣民主 或說我們民進黨競選造勢場合 這麼多的一些尖酸的嘲諷善效 包含他過去說 民主什麼時候變自白病的大力完了 高雄一把火燒死46個人 民主有個什麼用 美國新冠死亡70萬人 這個民主負重量是不是太大了 這個對不起 這個疫情跟還有火災 跟民主制度有什麼關係 中國川陣死很多人我也不會說 他這就全部 中國就沒有肺炎嘛 對啊 你不要把這個民主就是 反倒是中國有一次火警 是因為他們自己把鐵門拴起來 鎖起來才造成死亡了 那就是疫情期間強風的 對 所以你看得出來 王志安其實他對 事實上他的言論在攻擊了 大多數台灣的民主制度 跟我們競選 所以我這邊也要正式的強調了 因為王志安 你的消息太Lag了 到現在還在X上面找張志豪 我們的現在組織部主任前發言人 還在跟張志豪下贊帖 我們今天下午已經交接完成 所以我現在是新任的民進黨發言人 這個王志安 要站來找你就對了 請衝著我來 我這邊也跟你下贊帖 剛剛我已經講得很清楚了 陳俊翰律師已經再三的表達過 他自己也很樂意來投入這場選舉 他還認為他的參選可以提升 弱勢者被看見的機會 為什麼你一再強調 他就是一個競選工具 你為什麼要否認忽視陳俊翰律師的主體性 請你現在出來跟陳俊翰律師道歉